嗨 这边是RCBOSS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国共内战中国军第一次胜利 也就是古宁头大劫 抗战胜利之后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 发起与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的全面战争 在三大会战与渡江战役的胜利后 中国共产党获得对大陆的控制权 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往台湾撤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 10月14日解放军攻陷广州 中华民国政府再度将首都迁往重庆 虽然中华民国还掌握着大陆西南的大片土地 解放军却已经把目光摆到了厦门对岸的金门 企图顺势一举攻下台湾 切断国军的最后退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叶飞 决定以他挥下的28军与29军进行攻打金门的任务 并委派第28军副军长萧峰全权负责 第三野战军认为能轻易攻取金门完成这次任务 此时仍然掌握军事大权的蒋中正知道 中华民国想要与大陆进行长期对抗 必须凭借拥有海峡地理屏障的台湾 所以早自徐磅会战结束以来 他就将仅存的中央军还有海空军主力部队往台湾集中 也开始将物资运送至台湾 作为台湾最防御前线的战略要地 金门自然成为解放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而此时的中共军队 还是一支标准的大陆型军队 并不善于打两棲登陆作战 所以从1949年6月开始 蒋中正就将李良荣将军的第22兵团调往金门设防 第22兵团以第25军为主力 还有从台湾本岛派支的青年军第201师 除步兵外还有来自战车第三团 第1营共22辆M5A1战车 也是国军防卫金门的主力 还有由抗战英雄胡连担任兵团司令的第12兵团 也在厦门警备司令汤英伯将军的协调下 从广东潮汕地区赶来金门支援 第12兵团曾在徐邦会战中败给第三野战军 此时可说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第12兵团于10月8日 开始抵达金门 随即第18军第111师 31团与33团分别被派往大登岛与厦门 协助汤英伯将军抵御第三野战军的攻势 就在10月9日晚上 防守大登岛的第31团与第25军第40师 与登陆的共军爆发冲突 双方战斗到10月10号 最后的结果是以国军主动放弃大登岛 经由小登岛返回金门 此为古宁头战役的前哨 厦门在10月17日温县 撤退前国军命令国防部技术总队 摧毁了厦门的港口设施与船只 让中共陷入船只不够的窘境 解放军对金门的第一波攻势开始 此时船只只能载运9000人上岸 然而骄傲的第三野战军 仍在船上装了大量的人民币与弹工桌 准备为战争胜利后在金门岛上建立人民政府 解放军原本计划在龙口与穹林登陆 并在登岛后将整个金门切分为2 由于国军的主力集中在右边的太武山 解放军第28军82师先以244团殲灭左翼遭受围困的国军部队 等到251团与253团登陆后 在一起进攻消灭泰武山上的国军阵地 一举攻下金门 不过当天海上突然刮起了一阵风 让他们的船团偏离预定目标 上了滚云头海滩 恰好在10月24日下午 战车第三团第一营的M5A1战车 正与18军散开部战协同演习 其中66号M5战车与64、65号两辆战车 恰好于古宁头海滩进行维修作业 正好此时碰上了天灵预定地 正在抢滩登陆的244团先锋部队 三辆战车立即转动炮塔进行炮击 66号战车击中了244团的弹药指挥船 随即在海滩上引起了大爆炸 惊动了国军第201师 古宁头战役正式开打 海岸上许多阵地一开始 还是在244团的灵力攻势下陷落 但是在第12兵团第18军与第19军 及时加入后共军便陷入苦战 国军其中一名营长 陈敦书在激烈交战中阵亡 成为在战斗中意味牺牲的营长 战斗到10月25日早上 双方都打到精疲力尽 国军运用海空军优势 对登陆共军展开打击 中华民国空军B-52轰炸机 与文式FB-26战斗轰炸机 配合中华民国海军中荣号战车登陆舰 101号驱潜艇 202号扫雷艇 与南安号炮舰炸射后续登陆的共军船团 切断244团的后路 来自空军第八大队的B-24轰炸机 对共军位于联合羊塘 围头奥头及死井的共军炮兵阵地 施以炸射 抵消244团的远程活力支援 战斗到10月25日中午 第244团防线因缺乏反战车武器 彻底崩溃 团长秦永生 弑以手榴弹自杀身亡 失败被俘 但此时另外两个解放军团 也在25日早上抵达金门 251团登陆于西宝与观音山一带 战力最强的第253团则在林错上岸 前者进攻金门县城 后者直撲古农头 结果251团在金门县城遭 十二兵团的猛烈反战 到了中午被杀到只剩下100人 迫使刘先祥决令将包括在 林错的两个牌的兵力下撤 统统往古农头集中 与253团合力阻止十二兵团的还击 然而253团虽然拿下林错西虎头 与132高地 却也在过程中遭遇了200人的损失 让团长仪博开始考虑是否该收缩防线 第201师虽然丢了不少徒弟 但却在253团发动攻势时 给予对方银头痛击 战争的中心在此时转移到了古农头 与金门县城中间的132高地上 李良荣将军命令 十九军与第22兵团 第25军拿下此战略要地 李良荣将军先调来炮兵 第三团的753炮 第14军团 42扑炮 削弱253团在高地上的防线 为了保存实力 253团下令从观音山 虎尾高地与132高地收缩防线 并将指挥中心设在北山洋楼 准备迎接第12兵团 在25日下午对林错与古农头的攻势 第十九军在第201师配合下 发起反攻 面临一场硬仗 第十九军的一名团长 李光潜忠孝 就在进攻云错职壮烈牺牲 最终解放军还是靠着三团的残余兵力 挡住了第十二兵团的攻势 守住了古农头的阵地 25日晚间 共军决定在甲牌28军 82师246团与85师259团 各两个连甄严金门 在团支不足无法护航的情况下 解放军第二梯队一上岸就遭遇惨烈痛击 26日上午中华民国海军 太康号护卫驱逐舰抵达金门外海 投入对共军增援船团的攻势 在国军海陆空三面夹击下 第246团副船长刘汉兵在贪妥当场被射杀 但是解放军援军最终还是杀入了古农头 与第251团会尸 双方又联合向金门县城发动攻击 在林错与武头又遭遇到国军第201师阻拦 与此同时国防部技术总队再度出动 对搁浅在海滩上的共军渔船和扇板施移爆破 断绝了共军的退路 眼见共军的最后一波攻势被第201师击溃 第12兵团司令胡连将军立即命令第18军对古农头展开反攻 第18军将士在M5战车配合下 在10月26日上午先是拿回连错 然后再集中兵力向南山北山这两座共军据点发动攻势 第19军第14师进攻南山的同时 第18军第118师 第353团的将士们则在M5战车掩护下进攻253团指挥所北山羊楼 9辆M5战车对北山羊楼外围的253团阵地实施冲锋 当场将共军防线击溃 共军第一连连长黄景欣试图以手楼弹对M5展开自杀攻击 结果当场被M5的机枪子弹击伤 遭到佛军353团的复兵俘虏 战斗到10月26日下午5点30分 北山羊楼的共军防线被全部突破 第253团防线全面攻溃 第18军于当天晚间扫荡古云头与林措 彻底瓦解了共军的残余部队 到了26日早晨 第三批共军征援部队抵达 一到岸上就马上被国军俘虏 古云头战役到此以国军胜利划下句点 但是刘天祥、徐伯与孙云秀三个团长尚未落 战斗还没有从根本上宣告结束 刘天祥是在27日上午被捕 孙云秀则率领残兵比喻到28日 才被18军于双汝山上歼灭 不愿意被国军俘虏的他选择举枪自杀 至于徐伯则是躲藏了100天之后被俘虏 古云头战役到此正式划下句点 解放军此役全军覆没 没有任何一人撤回大陆 古云头战役虽然没有扭转国军与国民政府 在大陆冰败如山岛的局面 却象征着国民政府成功的守住了台湾海峡 12月7日中华民国守住迁往台北 海峡两岸正式进入隔海对峙的状态 但是古云头的胜利 对于失去美元的中华民国政府而言 却仍然是一大士气上的激励 直到1950年6月25日 美国又伴随着韩战爆发 重新支持中华民国 台湾的局势才逐渐安定下来 喜欢我们的频道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内容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可以支持我们 让我们在未来可以做出更多 关于国军 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的主题的话 欢迎以捐赠和小儿付款的方式 在下面支持我们